百出拉弓射箭姿势展现持续夺牌的企图心和霸气 开心合照 基隆市中山区中华国小致力推展射箭运动 中华国小射箭队在各项大小赛事中的成绩也相当亮丽 基隆市议员张炳钧特地牵线逐渐幸福锅物 请射箭队队员教练以及师长们一起吃火锅 慰绕他们训练和比赛的辛苦 我们中华国小代表我们基隆市前往花莲参加我们的青年杯的比赛 也获得相当好的成绩回来 那尤其我们组建其实是我们基隆起家的幸福企业 那我就跟林凯杰董事长来去联系 那他也觉得说想要来慰绕这些辛苦代表基隆比赛的小朋友们 他们的辛苦也得到这个好成绩 所以特别请我来跟中华国小联系 然后也希望来邀请这些选手们来这边吃竹坚火锅 让他们感受到幸福的滋味 我们绝对是在为我们的基隆市的年轻分子去做一份心理的贡献 因为老板对于我们的在地的人员培养啊 跟我们的一些青少年的发展他是非常看重的 那这也是我们公司的一个企业责任 小朋友几乎都是第一次吃到非常著名的竹坚幸福火锅 非常开心感谢张炳君议员哥哥的贴心 特别安排今天竹坚来用餐 我们真的享受到幸福的滋味 小朋友非常的雀跃跟开心 对于后续他们会再更努力来争取夹击 为基隆争光 非常感谢张艺员用心教育 以及竹坚老板企业能够投注于教育这个部分的爱心 市议员张炳君表示 这群小射箭选手们未来可能都是国家射箭队的代表 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努力精益求精 未来在各项射箭比赛中都能够拿下好成绩 为是为国争光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